但是 比较看EZ需要C起来 这个阵容才能赢 做看一下VG怎么选上单 然后我老人家再来决定分线 上单打老司机 约里克 约里克 这个还挺不错的 这是之前被默认班 然后现在又拖二代理直接来的 拖架代口 索架 这场两边阵容都还挺不错的 但是VG得注意一下 这个阵容好像 他反而变成了一个比较偏单代一点的 而老干爹更加偏开团一些 尤其老干爹这个阵容中期开团比较厉害 而且VG得注意一下 自己这个阵容如果AD裂了 就没人打动老司机了 很难受 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维鲁斯前期对线 没什么压力 但是坏的消息就是中期打起团了 他一旦被盖一个大招 他被一个技能碰到 基本上就没了 这种时候就你让维鲁斯爱希 所以现在你不配布隆 以及不配塔姆是真的很难活 而且塔姆就布隆的话 只能稍微保护一下 塔姆几乎能够算是保抢命下来 只要不吃小兵嘛 而且老干爹 其实我感觉就已经想好了 他一抢一个塔姆 自己AD怎么拿都好搭 但是对面就不好拿了 对面强行 强行把维鲁斯拿掉了 维鲁这一把如果要打一定要在前期打出强势 X这一把一定要在前期把自己的节奏给打出来 你看这个反正就非常的完整 这不还是刚才那个人嘛 只是稍微完整一点 对只是把那个字从手机上摘到了这个板子上 小兵疯狂指挥 这把我们不会犯罪 然后我保护你 嗯 不过这一盘 因为打野是一个皇子 皇子这个英雄 我们最近看到是真的有的时候 他有时候作用不大 逛街接来还是真的挺逛街的 对 但是如果说你像熊熊那种经常EQ闪 然后盖大招 特别是像维鲁斯这种没有保护的AD 那作用还是挺大的 是的 就是要C起来 C起来的话 就会高光时刻不断 靠谱这把不好过啊 首先他肯定要站在前排输出这个3N 3N被输出的时候 后面还有个皇子 有可能EQ进来盖大 是 而且主要是前面的这几个人 像奥拉夫啊 约里克这几个 如果第一阵奥拉夫还好 他有个出身黄昏 但约里克以及这边架料进场 他是有可能要被这个立场控的 打中阵地战 老干爹太厉害了 那跟说我们GLES 因为五位共联邦 进入BO3的第二场对局 蓝色方老干爹 红色方魏技 上局是老干爹先下一程 好 干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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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这个TSM没有喊起来 是的 我听到了 你听到了 我听到了 因为坐的里面比较近 哦 那后排捣乱的观众 那双方是回击野区 还是 X这里有点小细节 他是先出来放个眼 然后回家换扫描 扫描出来下半区开 整体戴法 维路斯这一把的话 炮扶制选的带来一个致命节奏 这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戴法 但是也可以学习 像Quarman那种戴法 那种感觉挺carry的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啥 这一盘偏眼灵没带守护者 有点脆 但是这个可以换 他还可以换不同的 他还可以换点燃净化啥的 这里 好多技能 好多技能 看到了 哎呦 这个一级要拼起来 坚持一个夜 闪现长宝 全部都两个 这个位置偏离有点危险 我又打一套 这里想留 闪现 这里打一套 Quarman要焦了 临死之前想换一个 平一下 太远远雪 这个黄子 想跟过去打一下没了 那这的话 医雪是让南风给拿下来 原来说想让炮扶着人头的 但是就给人头照亮了 怕出事 是的 不过Quarman没亏什么钱 因为毕竟自己是带TP的 但是TP的EZ 就是现在EZ都带TP的话 他是为了抢轮次 如果说你一级发生一些意外 把这个TP给交了的话 那前期基本上抢不到轮次 押不到轮次 押不到补刀的话 这个英雄在前期的一个经济领先 就会没有那么夸张 你抢不到轮次 最关键的一点是 你出女生的时间会比较晚 是的 这康蒂过来 但是有眼 上有核道眼 下有假眼 他其实 我觉得他应该想到了 因为很简单一点 他开始进野区的时候 对面已经在那埋伏到了 那他应该是核道这边有眼会 一雪拿下来 现在危机 这个一雪带来的优势可能滚到多大吧 毕竟是一个辅助拿的一雪 是的 只是说AD不好受 现在老根捏这里AD 毕竟是交了TP的 伤害踩一脚伤害非常高 其实我们昨天在探LCK的时候 有看到克力的拿到一手雷克赛 来打奥拉夫 效果还是不错的 只是说雷克赛下个版本加强 这个版本还是没有那么强 对的 下个版本我们或许能够看到 雷克赛登场次数多一些 但是SDG的雷克赛还是更厉害的 SDG就9.2版本他的雷克赛就用得非常好 嗯 刚刚上枪好像56是吗 对 老干爹这里 不要看我老干爹 平野链被嘲讽回来了 反手打一波 炮芙这把刀是平常的 他现在下入对线虽然有点压力 但他还有一个闪现加一个TP 这里有一个升三级的皇子 嗯 好了回家捕另一件打野装 捕了一个鞋子 两个针眼 还要做事啊 来上路这个位置 这里是有EQ闪的机会的 但是老司机没蓝啊 老司机这个蓝量只能放两个进来 但是有电行可以打一波 诶 EQ 这打一个闪现 这车里子 感觉上把左右横跳已经跳出感觉了 刚才跳一下是把这边皇子给勾出来 是的 但是把自己的闪现也给跳掉了 正义充全 这局其实前期对线 尤其是在下路这个位置 火花基本上就没有了 刚才1级打那一波也满助性的 但现在EZ很难受啊 他就只能拼命的往前压 压完一波 能不能回去先出一个女神练杀的 等妖姬这个位置起来了之后 可以去野区里面带来节奏 双龙毕竟维克托这个点 没发育起来的时候 还是不太强的 线也推不过去 来了 然后拼了信号 这里是已经提前拼了信号 我们看地图上小地图是 拼了妖姬在河道 小龙坑上方游走的一个信号 回去了 奥拉夫在旁边保家火候 第一条龙是个水龙 那这个水龙的话 应该不会像上一局那样 那么早的就是强控的 我抗地上一局 控龙确实控的挺好的 碰到五条龙不说 而且属性在中期的时候 蛮给力的 上路的老司机已经把 布甲鞋掏出来了 回家掏了双耐克 这个耐克防御力很高 现在只要你上单来说的话 碰到这种自己坦克 然后对面是这种攻击型的英雄 你先掏个布甲鞋完全没问题的 或者说掏个小冰心也可以 但是布甲鞋鞋会更好一些 因为 玉里克很多的杀杀都是来自于普攻 帝没有捞中 这里出了个耀光 强A一个塔皮好像 强A 并没有在怕 并没有在怕 一个盾 就自己有盾吧 这个遗藏塔皮太有了 练到 打一套 这个位置再练一下 进化解掉 回头打一下 这话交一个闪现 再被电一下 有可能要出事 再被电一下 这边的话 应该是可以闪现接鞋 阿康蒂这一包 如果直接采巴掌果下来的话 这里怎么有高拉夫 高拉夫血量很长 EQ 这里的话 这边家里要过来打一套 但是 他刚才那个位置 好像没有嘲讽到 他感觉是有点想闪现过来嘲讽 但是一级能过来的时候 这个嘲讽 就原地嘲讽了一下 主要是那个惩戒 他第一时间如果 龙搞掉的话 那高拉夫估计死了 如果抗地时间 第一时间能逞掉这龙就好 但好像是没逞 也没想到这里有高拉夫 上路开始一打二了 这边开始拖架带口打比赛 还差一点点 不行 冰线没中 危机上单 危机上单 车里在带着老婆跑了 跑了 这样可以回家回去 回去吸血了 我们后来测试了一下 这个迷雾侍女 她的一个 再按一下一般是会被招走 但是如果你在2000马以内 用了E技能 然后她又回来 只是说她帮你打完野怪 或者打完东西她又会走 可以测试了一下 不听话实而不听话 不是就是你自己按R要主动离婚才行 主动分手才行 这个补完回来了 下路吃了了呀 够Q技能受不住了呀 嗯 卢路斯这个加强Q其实不要小看 因为她有斩杀呢 来了 拉一拉拉一拉 这一波有机会 这康地得快点 快点刷呀 中单也过来 这还得给中单 康地太惨了 现在才四级对面六级了 好吧 是真的很团队 他甚至比佩玲林还第一级现在 嗯 我没有再犯罪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打野比我低一些 就 没办法 这一盘因为那个 一开始打野天不开举嘛 而且她自己是一个残血的情况之下 去单刷buff 这个真的很少 这个版本其实这几个版本 打野都还挺伤的 就是好像是9.4版本左右的话 下一个版本你玩 也是建议改动 打野等级升得比较慢 而且现在这种野怪嘛一拨 小的野怪是没有那种经验补偿了 只有大的才有 像这一拨下去的话 康地应该是吃完三郎 加一个魔爪蛙才能倒流 再有就是他对面是一个奥拉夫 好 很凶 闲着的时候能偷个龙的那种 这边想要来过四包二 有一只妖鸡来了 想要一拨四包二 跃跃欲试 直接溜了 好 打不得走了 塔皮放一层 放一层 溜了 因为有爆破的话 两层也有机会 两层有机会 好 这就是纯开嘲讽 吓唬人 要告诉你我要拿这层塔皮 强吃两层 差一下 这其实也就 这么过端的吧 情人真正就是欺负一下 老干爹下路没有牵手 而且危机这下路 还有一定容忽 有了 再吃一层 舒服 W丢空 这终于到六了 因为开始蓝buff是已经给了 就对面的蓝buff是给了中单 所以是自己吃蓝buff 现在已经到达六几 奥拉夫这一盘不是特别的石肉 如果是一个就是那种 他前期我不去做事情 我就烦你 烦你 然后龙的话 因为第一条龙是个水龙 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搭 就直接把这个皇子反废掉 其实前期的话 这个皇子基本上就做不了任何事情 但是补刀感觉康蒂追回来一些 这五十刀比六十刀 我觉得这个奥拉夫没有给到太大的压制 打一套 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下十分钟了 秒表示可以用了 刚刚 哎 这里这有一点危险自己没有展现的 想见一个叶 叶还吃力不单杀 我刚才就没看懂这个妖姬 W上来就是进燕的怀抱里面被打了一套 我们想到燕就动了杀心 而且这个维克托它是没有升级核心的 它还是一个最普通的核心 有戒指 戴两个戒指 然后三个戒指 还有多蓝戒 使唤王 另类使唤王 这妖姬被单杀一波 那你中期节奏就说不出来 这其实也不是一个打线上的妖姬 这感觉是想去带线的妖姬 因为它没带点燃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角踏上来 而且它是踩着E踏上来的 对 这里 上来 好 一级能练兵 想要吃个炮车 那直接盖打着了 再点加 闪现QE贼 这边 塔姬换DP上限 EZ的话是补了一个小军心 现在中路被单杀一次感觉 这又是踏上来吃一套 他这个W看得有一点怪 但维克托其实很好预判妖姬的这个塔 因为你可能直扣 如果你要他的我人直扣他往我身上塔 那我直接往你这个回来的路径上面 就直接往你这个人路径上面 E就可以了 其实之前看到很多 对抗是维克托打左E 就证明这个英雄在对抗 这种有回身技能 而且是那种中路偏刺客型的 偏爆发型的法石的时候 还是比较好打的 对 这种压回身的 还挺不错的 他现在等级高了 有核心了 也有钱了 现在清线很快 妖姬推险推不过 也被拴在中路也没办法 这第二条水龙 老哥那有点想要的意思呀 核道的迅捷系也是被VG站住了 而且开始不掩位 对小龙的渴求 这个时候感觉VG是真的很想要小龙 车里子拖家带口过来了 这 好一个QE二连 对 这 可能是一开始没想到下去 这个EQ二连连上 当时忽略超风一下 但是这个车好像 平野龄 我讲道理 这是取消的 你看一下它是取消的 因为这个好像 应该是取消的吧 这维鲁斯好像没放大招 维鲁斯没放大招 有可能Q打断的 一定是被自己打断的 不过没关系 这波QE二连和打断车都不重要 而且把龙碰到了就很关键 对 下一条是风 细节可以忽略 这里带人走 带人过来 这里 想要来争一下这个峡谷前锋 但是被逞下来了 那这个话应该是可以闪前走的 拜拜 要闪 跟闪 干大招 这边的人一票最爱一个家里奥 还要最后一下 这里囤 A1QG能 这条拉夫的人头 而且这里是把自己打断给保下来的 老干爹全队都好铁 好铁 这一波 皮铁带起来一波节奏来上单区 这一波节奏打下来感觉 回头打一套 这的话打出一个致命节奏 很痛很痛 又一个加强的Q技能打在了Crama身上 但如果说是Crama没有出这个小兵星的话 只能不能死 现在出来就没可能 这个Q其实中了也不会死 因为现在这个Q技能没有加强 刚才他已经用过一次加强的过程 这打一号 先是被墙卡 1Q过来 不可同档结束了 然后盖上来 而且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 有一块表的 闪现过来刚好精神 嗯 全员就这样 好 这个主要点TP过来抢龙色 我们感觉这个EZ第一波的阵亡 没有给下路带来很大的影响 而且皮铁到处在游的情况之下 这个EZ的补刀也没有落后多少 当然V7依然是有施塔皮的 这样当然也得也说这个效果又打出来 只是说我们没有想象那么大 嗯 不是特别明显 维路斯已经把自己的萃取给爆了 这波在下路区首先有了冰拳之后 首先会稍微轻松一点 但也没有那么轻松 奥拉夫从侧一绕过来 这个下塔有点想拿呀 感觉老干就想溜了 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给VG拿到一个医学塔 这个医学塔是被加料和炮弧 被南风和这边的炮弧分斥 F这里是选择要来下一下 应该要做骑士之事了 下路来照顾一波 直接把防御坦推掉 看一下后续的走向吧 现在走向对于老干爹来说 是一个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前期确实没有那么强 而且VG这个阵容 确实要前期拿到优势 不过看VG怎么滚优势吧 现在妖姬这个点可能会有些问题 现在妖姬这个装备也不太够看 没有鞋子 他应该要跟二属鞋来着 一般来说的话 妖姬肯定还是要出法穿鞋的 毕竟是一个刺客 倒是维克托现在比较棒 而且中路站住限了之后 就想对中路进行进攻也比较难 那VG手上还有一个霞五先锋 这霞五先锋 这霞五先锋还有1分之1的时间 可以思考放在哪里 对 哲林直接大招空掉了 他这个预判了 这个有点过度预判了 对 胖部刚刚是预判 虎尔玛会往后走 但是虎尔玛是往前走的 一般来说的话 直接选手都会有那种习惯 什么两步三回头啥的 但以前就胖尔玛 以前15年真的非常厉害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说 如果胖尔玛要勾你 直走 不不 你站在原地不动 他以为要么勾你前面 要么勾你后面 但他绝对不勾你现在的位置 你S站在原地不动 他勾不到你 但这是当时一个 当时你走位一定会被他勾到 对 但当时胖尔玛还是挺厉害的 就无论怎么样都会勾到人 说啥呢 现在比也厉害吗 这把疯狂救人 对 现在是全场战绩最好的一个 100 水晶世代在身上了 其实这一盘先出个水晶世代 也比较关键 毕竟对手有一个维鲁斯在 中落 掏出来了 峡谷先锋 X从他的那里掏出了一个峡谷先锋 旁边只有一个维克托 好 撞一头 但是因为没有塔皮了 所以没办法 这个峡谷先锋撞一头 也只消耗一下血量 补掉了 打一套 这个小号还挺不错的 是的 上来踩一步 而且回身也没有出到2-1的小号汉 EAN的下一件应该是要选择做女妖的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EAN来L票之后 他把他的以前那个大血的I 换成了小血的 因为之前 他那个小血的I 有人以为是L 所以很多时候 他现在这个 是小血的I 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念 中路 我见还有人是念蓝的吗 不是 来了 杀出来了 但是开车 及时停住 及时停住 要不然那波兵就没了 皮银带着Crabba来到了大龙坑附近 但是大龙坑并没有刷大龙 而且下午天空刚刚在中路已经撞掉了 所以现在只是一个上路推进 绝木这一盘没什么声音 目前三项刚刚做 三项加布甲鞋 红水晶 危机的拳机节奏还不错 起码说现在塔还推了几座 是 马上应该到这个绝木崛起的时间了 他这段时间的单带其实是很让人头疼的 这里拿塔 大招刮一下 后面有个TP 两个TP 这个位置中上都传送过来了 绝木也来了 塔姆要吃点 反手直接打 正面自己家的赛恩也踢过来了 一个立定跳员 这个位置是拉底下身位不低 这已经被秒掉了 回头康蒂也没法存活 这的话开了一个金身的Lens也没法走 一个已经能练在原地 人头上泡壶给拿了下来 这个时间点被包屁股打一波是真的伤 皮银带在被一个拿斧头的奥拉夫追 妖姬也杀过来了 又一斧头没有劈到 但是 走了 可以走了 这波有点伤啊 这样一来的话 上塔一丢感觉 危机前妻把所有的外塔一拿掉 老干爹中期就没有那么好打了 对 车里子直接带着侍女开推了 这把危机就是上一把的打法 就上一把老干爹的打法 就是红色方专属 就这个BO3红色方专属分带打法 是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南风的嘲讽 嘲讽呢还不错 就留到人了之后 自己开一个金身躲住 后面就杀过来了 拖儿代表 还有就是TP 现在听见到大家 TP 只有你在500蚂以内 任何地方有视野 你才看得到 所以他们刚才应该是没有TP 就没有看到这个视野 嗯 就没有注意到 这边的话 危机是把风龙给控一下 下一条还是风龙 好 小龙这一场刷的相对来说 比较温和 就没有那种什么土龙啊 或者说是火龙啥的 是的 老干爹这个阵容打龙是挺慢的 危机这阵容打龙还算凑合 还有一点是 老干爹他们这个阵容 中期需要EZ肥才行 但是EZ现在不够肥 0-2-0 没有人投助攻的入杖 虎刀的话 赵维朗斯比也差一些 塔前刚吃了上路的话 好像差个塔皮 他们在上路是没有塔皮吃的 但是下路 维朗斯是吃了很多塔皮 我们看一下 经济对比 我一个EZ落后 对位经济落后了1500 哎 这掌机会找到是康蒂 康蒂一个Q已经空掉了 被这位从前 偏零吃了他 偏零吃了他 走走但是被墙卡住了 这些出一口就递你先走 哎 但是前面再被小鬼追 惩戒了一下 海上最后一下 一个EQ走掉了 刷了一个W的护盾 华平原林是救了一下康蒂 这一队都很铁 但是 威技 现在应该是要选择 直接动这条龙 是啊 20多分钟 刚刚刷先的大龙 大龙算不错其实 直接开动了 黄子离的有点远 而且有名物侍女帮忙打 这边妖姬在旁边 打一口救赎 这看到了 看到里面在打 回头打一套 这个位置三打不动啊 龙看见还有多少血量 龙这边还有1000多 龙应该要被逞下来了 龙是被威技给拿了下来 阿拉夫拿到了龙 现在还要打吗 回头看一下 是不是要继续打 赛恩是不是车撞墙了 EQ盖大 黄子然盖两高 还不错 但是落下来一个加里奥 直接阵飞 从这里交了一个闪线 直接走 后面他们黑车过来 已经能过墙 这边 龙还在不停输出 Q盖没有打中 一个大招也没有打中 但是这个南风是要交了 后面有一个草丛里套拉夫 直接选择回城 这里是麦列加辅助 保了四个龙种加来 威技直播非常非常转 血转这一波 21分半的时间空到大龙 整体经济直接领先了6000 这个阵容对于威技来说 这个经济对于威技来说 是挺好的 因为他们如果持平 这个时候就有点难打 本来阵容就好 然后C位 对位的话 AD领先又非常多 前期凶的阵容也打出来了 这把威技 只要说他的团战 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 被立场定到很多人 或者说下一波炮斧走要注意 下一波如果被黄子EQ盖大 他就应该没了 而且领先这么多的话 也很难说 把这个维路斯给切死 毕竟现在身上还有一块秒表在 对 下一波还有秒表 秒表可以再保一波 奥拉夫身上还有一块救赎 妖姬这个面板看着也挺不错的 虽然开始准备单杀 但是毕竟现在有一个人头进杖 对了 法转鞋补出来了之后 现在偷人能力也挺强的 而且主要是现在Krama经济不够好 一般来说EZ的装备比较便宜 他的经济一定 就是说在同装备情况下 他的装备是要比对面领先的 开始控视野 下路要推 所以下半区视野完全控死 盖住了之后 痛 有点痛啊 还在吸直接开大招 溜了 溜了 这个位置刮一下大招 Prama过来首线 但是车离子还是带着牛书女走了 现在老根天守线能力没有那么强啊 只有维克托那条守线能力还行 大龙看能带来多少收益吧 23分钟 大龙还剩下一分多钟 这条守线能力好像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厉害 踏一下 消耗对于他的压力太大 危机处理好应该是所有的边 所有的外塔 高地应该是可以稍微逼一下 皇子这就是那种非常标准的 前期节奏一旦没起来的话 中期看上去就有一点点疲软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也确实 你第一时间上去的话 维克托的伤害是跟不上的 太远了 就可能EC支援个大招啥的 但EC现在有法权器不顶用 第二个女神类还能出现 在开启上角是给到了危机88%的生物 88 就真的有点高了 我消耗的不错 但是有条水龙 而且有药瓶在回复 两边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因为这里有闪现 但是两边的中单都是没有防锯的 看一下谁秀谁 这是OB吧 给了一个幽灵破罗 踏两脚 把兵杆稍微轻一下 这个大龙Buff 威姬拿得好像不够多 Q 这边是Q到一个奥拉夫 但不顶用 威姬拿总想不够多 因为三座二塔都还在 并没有在荒到这个OB 直接来下落继续跟着弹 娇姬又是一波消耗 这个血就满了 双方其实都有水龙 可以稍微撑一下 所以感觉两个人都有点想点这个爆破 但是毕竟还是有个Less扛在这里 很热 这个时间 将军里面杀出来一个Buff Yan也达到了 特意还有一个EZ的大招 点个赞 点个赞 为自己点赞 被G再控下一条封龙 哎 下来一个皇子 直接EQ上去 EQ再见 这个EQ非常稳健 是的 感觉Crama下一剑 他直接掏破败 那这样的话 他没有双女神类 出这个法穿鞋 就没有那么大收益了 可能便没有那么多时间 在给他抵劫了吧 所以他想最大化 30分钟的输出 因为EZ有很多的AP加成 在这种情况下 而且很多AP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 出法穿鞋的话 一般是要做双女神类的 双方有在中期发育一波 还有一分钟 打这个大龙 VG这波好像盛面 又是重新拉了上来 因为AD的闪现快好 下一波 而且自己火炮也做得出来 火炮做出来 3000套贼稳 这个时间点 也不追求团队里面的LOE 直接就是手长 手长为重 南风也就是 如果对面进来 进场 这里练到要找个机会 这已经破了女妖 但是J这里 依然是手中握着第二段位移的 所以康蒂也不敢打算盖大招 毕竟盖一个妖姬 还是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车里子这里已经做到自己的血手 而且已经有一个秒表在身上 这秒表已经泡了一段时间的感觉 来了下路就 但是这个大龙buff好像 没做出来什么事情刚才 这段时间 而且一直保持僵局 中塔 下塔 上塔全部都守住了 这几个人的守线能力 确实是比较强的 那要看即将刷新的第二条大龙 杀了 大龙刷新 现在 炮福过来拿一个红buff 两边的上单都是有踢的在下路带 这个时间点不用急 但现在 EZ输出不够看 维克托输出虽然还行 但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打出来 除非说这老干爹这边团开得非常好 而且立场控到很多人 并且VG的 VG的关键控制是被他们吃给化解掉 这样才行 打野的经济领先也非常高 在奥拉夫这边 奥拉夫下一件看起来是 就是感觉要掏一个狂图 因为他的血量下一件 应该是可以触发狂图之心了 这奥拉夫在这种局里面 打得最舒服的一点是 他不会怕那种不明欲意把他杀掉 直接上前面去切就可以 约翰要回城 EZ回家出来是出了一个破败 那现在装备还可以 他出破败这个时间点打团是很强的 比如做女神没叠出来之前还是不太强 但是那个位置已经看到了 威武斯在A里面的东西 皮铃 康蒂 康尔玛 他已经过来了 两边的上单还在下路带 先停一下被龙喷了几下 VG应该还是想让自己的车里子区带 所以现在先逼一下把人逼过来 得注意VG这种打到后期可能会打不动赛恩的 1-7从后面刷过来 这里要找一个机会 就吃一口 就跳走了 要不要盖他 大招没有盖住空了 佳亮战闪现嘲讽 第一时间这边皮铃铃是没有阵亡的 老干爹这一波打掉了 打一个闪现中弹的进化 还有中野两个人的状态 上单没来主要是 VG得注意一下 他们这种打得不够快 吃一口吃一口就熟 刮一下 看到没在打 这场小龙的属性刷的有一点点扎心 开始打了 这个打的速度还可以 现在庞帝现在是没有闪现的 老司机现在一个人在前面顶着 十下五十八甲 有点打不动啊 很肉 而且特意大龙也在做输出 这个核戒 核戒是被Crama给抢到 旁边J要不要跳上去消耗一下 现在感觉老干爹是可以逼一下这个中塔的 迷雾士女刚刚也是 没了 这个中路好像推不了 先往后撤一撤 消耗一下 双方重新拉开 现在EZ的装备毕竟还是 可以支撑老干爹打团的 而且维股多伤也很不够 腰肌有踢的 腰肌有踢的 这边都不用踢 直接出来就可以 聘 蓝色帮聘大龙 直接排一下视野 老干爹打大龙其实有点 下打表 他们这种打的贼吧 虽然说这个赛恩确实很肉 而且打龙也没有那么伤 但是他们打的真的好 这边是大招刮一下 下一件感觉Karma要开始补了 他应该是选择要补一个女神类 但是现在超越来太晚了 30分钟才补第二个 没办法呀 没钱啊 亡羊补牢烈士补类维持不晚 应该回家要哭了 出个女神类 下面放一个小的传送门 这一盘老司机很关键 绝目这边开头了 一家人打小龙 Karma直接先拿了一个 比较偏战动一点的装备 你身内的话太脱了 现在是直接做到 一个仪式的章节 本场的五条龙 三水两风 这两场的小龙刷得 都挺水的 但上一把其实老干捏在蓝色方 老干捏在红色方还好 他们起码有一条土龙 他们有一条土龙 一条火龙 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说 上把老干捏这种打龙 也还蛮不错的 这把打龙是真蛮不错的 上来打一套 这个位置 被打的一个残血 盖一下 盖出一个闪现 盖出一个山鬼 是满甲又有南风 南风这里被吸在原地 被杀了 打龙刮一下 成果甲出来了 这怎么说 两个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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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危机又是一波失误 老干捏好 一个人逃到奇迹了 天哪 下路组合阵亡 这一波处理的好 是有可能直接过一路 绝末被强行拉回来了 他在下路带得好 被强行拉回来了 危机不能再死人了 危机再死人要被一波 现在 妖姬能找到机会吗 有点肉 踩上来别人被秒了 但是中塔还是要没 而且这边在追 闪现是没有的 这里的话好像追的有点真 哎死了500块到手 这个中路的水晶抢了一下 感觉还是放 就不推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拿着大龙 危机这个失误 还是宽马这个机会找得好 宽马刚才是真的勇猛 他直接就跳上去 宽马就直接打到残血 炮芙交一个闪现 躲掉了皇子大招 而且协同性最得很好 当时康尼直接就上了 嗯 康尼直接上去 逼掉AD的闪现 后续又是宽马一个大招 夸掉他的春更 现在问题来了 这波危机打输 他如果这波不打大龙 下过打大龙团 这个炮芙再被改 他又是要死 因为他没闪 没闪 维鲁斯没有塔姆保护 还是死 对 没闪 没春哥 这就是看我们一直在提到 就一直在提到一点 维鲁斯如果你没有塔姆保护 真的很容易死 EZ无所谓 EZ一般是有一个异技能在 而且有黄死的情况之下 其实布隆效果都没有 哎 这里 来 这里也好 人有点多啊 人有点多啊 很肉啊 但是 特意杀过来了 而且开机实验尾是什么呀 确实很肉 反倒是 这个绝木的媳妇没了 绝木这抓人不成烦 把自己媳妇给抬进去了 好 视野又抢回来了 果然这一盘上单的老司机 选的点睛之笔 这太肉了呀 后面危机打不动啊 维克托现在输出也贼高 而且炮芙因为他是混伤 所以现在他出轻语 可能也不顶用 我觉得还是出保命嘛 他最好来一个 就来一个水银弯刀啥的 小魔抗已经挂上了 小魔抗 水银弯刀 水银弯刀 水银弯刀也不是说 要截什么东西 主要说是要加速 狂马的经济 慢慢地补上来了 毕竟他Q人就是经济 他Q人就是有先切预兆的 是的 中路帽子 中路帽子出来了 这个团是真的可以接了 3.2 而且危机这个阵容 他现在是没有什么防具 可以防这个 有一个拖的伤害的 嗯 就是传统法师 就是他最擅长的英雄 打的是真的很细节 想看他修为把辛德拉 因为他真的好久没打辛德拉 辛德拉已经被奉上班位了 现在直接要往前逼一波 下路的线 老司机也在推 线这个位置是在 合道迅接线的祭坛上面 被看到了 哦 妖机从后面绕过来了 但老司机也在绕后 有两个眼位 已经看到了妖机的位置 哦 交替了交替了 这一波要强拿水晶 水晶已经拿到了 直接盖下来 但是也没啥用啊 没有人 没有人想上去摸老司机 这摸不动 这太肉了 而且妖机的装备怎么感觉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其实来说这是一个正常装备 只是说你觉得他这个装备 打老司机的时候 确实是不疼的 哎 这里 哦 女妖掉了不敢上 女妖掉了不敢上 这里其实没视野的 但是刚好是Q一下 然后这里是破了女妖 打出一个冰拳的效果嘛 皇子虽然说魔抗不高 但是也挺肉的 叶把这个盐给排掉 僵持 但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远古龙也要刷新了 远古龙危机 其实可以去换一下 毕竟四条小龙的话 如果说这个时间点换一条龙 他们至少有往后拖的资本 只要拖过这条大龙 等到第二条远古龙的时候 他们如果再能拿到 基本上就有了 老干爹感觉是已经有点察觉了 如果下一波换的话 其实不转 现在在这边排施也给压力 不过好像还要回去补装备 蓝buff拿一下 应该是眼用光了 这波是塔姆补了 两个真也出来 蓝buff要拿 看回家能不能做女妖 如果这边 维克托能掏出一个女妖出来 维基可就太绝望了 还没掏女妖 鸡腿 钱还不太够 但是这装备已经很豪华了 维基 有一个帽子在 维基应该是想到这一点了 要两个人把这龙偷了 他们如果把这龙偷了 正面是可以接团了 因为毕竟 正面三个人限制你打大龙 然后两个人同 嗯 但是老干爹好像也躲 有上一把 但是老干爹打得有点慢 老干爹这种打龙有点慢 老干爹这种打龙有点慢 扎死了 老干爹有一点花心 这个左边的想要 右边的也想要 左边的这个看起来有点可可美味 但是右边的这个又不想放给对面 起码核刀系也空了 然后视野步一步 现在老干爹重要的不是拿的 他重要的是要把危机的人勾引过来 而危机现在就是 最好就是要找个地方去把龙换了 如果他现在正面接 老干爹 老干爹 八出邀请函等你过来 看这边危机接不接 哎 邀机位置已经看到了 我就Q一下 邀机先回去 对 这边Cramat被打了一下 血量还可以 但是有个红buff可以回血 而且现在有个破败的 破败比科技强好的一点 就是中期的作战能力比较强 现在老干爹有点头疼 下路兵线不好 已经进高地了 而且上单没TP 这个位置老司机要去吗 上单没TP的话 老司机这波去感觉大了 其实EZ可以大招刮一下 踏一下 扛你的血量又不是特别健康 没有 下路兵线 下路兵线还可以等一等 哦 有传送门 哦 细节 康帝就半血了 但是有条水龙 还是可以回一回 邀机就一直消耗这个 没有什么魔抗的康帝 撑一下 这边再把F6拿一个大的 自己血量稍微回一回 我现在很谨慎 打着刮一下兵线 两边都很谨慎 危机现在团战不好打 但是它是可以慢慢消耗 以及找个机会看能不能绕后的 显38分钟 基本上这一波就定胜负了呀 所以都很谨慎 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这么拖下去 维克托二女妖了咋办 而且妖机现在TP也好了 妖机现在TP好了的话 想要去看边线有人 然后直接Rush掉这个小龙 可能没那么容易 还是埋伏在远古龙附近 这里有个眼 扫一下 把这眼给扫掉 双方都在争夺视野 老跟爹主要的问题是 他打龙比较慢 他不想丢其中任何一条 而危机的问题就是 他正面接不了 他只想跟老跟爹换一条 燕身上有女妖 这一波有女妖的话 要不要试试先手动一下 老跟爹再次发出邀请 危机赶了过来 脚踢 踢出来了 维鲁斯现在身上磨刀 这里 康尔玛血量被消耗消耗的有点残 但是康尔玛是 维鲁斯大招空了 康尔玛现在回家 其实他不回也可以 因为是有一个破败的 好 他这里的话好像还差一百多就可以 591现在 快了 对 现在出个装备 小磨刀 很稳很稳 回家出小磨刀 不给你任何机会 这个装备确实 现在看起来还可以 他打这种没有磨砍的也还挺疼的 直接踢出来 直接踢出来 这一波 召唤水晶这边 至关重要 危机中路也重生了 老爷爷这个阵容管不到妖姬的 妖姬可以随意扣 但是不好打 妖姬为了打这个比较肉的两个点 现在法传棒在身上 哎 想估计重生这个位置 直接盖一下 胖虎之销出一个展现 往后走 这里的话 开出一个香鬼是板甲 扛你扛不住了 这里的话 皇子是率先倒地 回到埃及去打 这里的话 赖死上开入热香鬼 这板甲扛的非常的肉 但是 这里的话 还是被回头打一套 这里 快掉了 还得动一下 赖再没死 没死没死 差一点点 这一波老司机在里面 扛了N多的输出 没死 回头划一下 划到了 差一点点 把这个南风给杀掉 南风这里要走 现在妖姬可以回家 然后踢踢出来 这个奥拉夫的阵亡 还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他后面 其实冲得有点太靠前了 本来以为莱斯 可能要先阵亡 但是没想到 康蒂先进去扛一波 然后没人管莱斯 而且一顿 持续的poke能力 还是蓝色方这个双C 更强一些 打到后面 伤害能力更强嘛 嗯 但是也不是说 比维鲁斯高到哪里去 主要是因为维鲁斯 输出环境不好 他第一阵就要闪现走 下一波打团 他又没有闪现 就是维鲁斯村那种 打一波可以 但是你连着两波就不太行 这边在动小龙 在动小龙 小的远古龙 没发现 小龙坑的远古龙 拖家带骨的 这直接打半血了 发现了发现了 这平行号 这有个人不见了 想做坏事 一个眼的不能把这个绝目插走 哎 再抖 再抖 阿拉夫 阿拉夫也赶来了 阿拉夫也赶来了 这里 拉斯也来了 这个龙看一下 这个位置感觉 但是皇子 皇子的位置不是特别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Q 阿拉夫感觉一个小鬼子板甲 不得要继续打 这边的话 扛在前面 X这里先交一个技能往后跑 哎 梅鲁斯大招又空了 但是 回身再捶 奥拉夫捶不到了 拉斯这里是率先阵亡 不過感觉危机也不是特别敢打 他要是敢打 自己状态也没那么好 妖精还在找机会 妖精还在找机会 想绕 这里想绕 没视野的 这里想要踏过去 踩下来口尔玛有点危险 哎 他看到了 插出来了 看这龙 龙是谁的 这个龙 各位大家还在搜一下 200多 100多 这边是被奥拉夫扯了下来 而且他帝也真忙了 威脊可以继续一波追击 妖精踩上来 流人 打一套 回头继续打 这边血量下得很残 那这边的话 威脊如果处理的好 应该是双龙会了 这边吸取商业 把他教训不追 追了出事 哎呀 头太铁了 其实这个时间点换个龙也可以 哎 准备两开花 这边是 要这边的大龙 和这高地都要 那高地端打破掉了 但是没拖水晶 正面可以拿龙 大龙因为没有打野的缘故 也并没有尝试 这样一来 威脊拿了一个双龙会 双龙会拿下 现在老干爹 已经非常不好打了呀 这样一来 威脊是可以进行一个 131的分推的 毕竟现在领先着1万的经济 而且带着 这个无敌的buff 嗯 现在的老干爹 就是上一把的威脊 他只能被动的防守 而威脊和上一把 老干爹一样 他现在带一个加里奥 然后中路的话 是一个维鲁斯 他可以进行一个两路分推 然后妖姬带 这边车里子的 玉里克带一个 现在已经开始攻势了 中路大军压进 这一波 EZ回家可以超大隐魔刀了 这样妖姬对他的威脅 就没有那么大了 装备已经做满了 不过依然老干爹打团战 还是有一点机会的 只是说 威脊得犯失误 他的c位得B秒 因为毕竟 老干爹这边数码 比较足够 打一套 吃走 吃走 EZ出了个帽子 他把小魔刀卖了 就是之前 ZK那边开始流行出来 这种打法就是到后面 在后面的时候 EZ的法性战比较高 他现在直接来一个帽子 不刮在玉里克身上不疼 玉里克现在已经双破抗了 是的 蜕竹现在也挺肉的 南风 而且这两堂水龙 回血能力太强了 威脊现在要注意一下 如果他这个远古龙buff消失了 那他接团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扫了 扫了一个皇子 皇子已经被扫到了 但他还不知道 EQ直接走 XJ想追 下路再推 下路再推 直接带掉了 应该可以推掉 这样的话 威脊是可以拿一路 不过中路也没有那么好拿 还是进行分推比较好 下路就还要站一个人在这儿 首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打招 打招 这边是被W给躲掉 回头还要秀一下 还要一分半的buff时间 这边远古龙buff是已经消失了 凯尔拆这个传统门 虽然这把维克托的手键能力很不错 但是EZ的手键能力确实很一般 下路腰肌还是需要有人守着的 拖过来了 腰肌这里又是被E打打一套 有点痛 毕竟现在EZ也是有一定伤害的 如果被他WQ打到 那这个EZ应该是一个大半血 中路 他的最后有点血量 中路来 看一下要不要找机会 有点想打 EZ拉了个大招 只拉到了迷雾视觉 这个加莲奥 嘲讽了时候回上 开个大招 躲一下 开个大招 稍微躲一下这个嘲讽 回头还要继续打 这里已经破了一路 看一下第二路 老根天能不能守住 危机只要慢慢推进 然后走就可以了 破完之后 危机现在应该要选择撤退 撤退对于危机来说 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如果正面强劫 那是会出事的 好 还是想补了这个传送门 差两下 打是打不动这个赛 等一下 因为是泡胡椒一个想先走 有一个EQ 这个话是打出了上单的一个 打出了上单的一个血手 抗地残血了 得回家补给一下 EQ的手线能力确实很麻烦 守不住 越里克TP TP到下半区 真是准备破三路了 破三路应该是准备带兵线 要一波推进 或者说危机可以拖完这个 拖完这个水晶 然后再去等下一条远古龙 老司机开车出来 开车出来 想找机会 要找泡芙 泡芙没有闪现 泡芙这里会都一直平 没人管得到他 这里没有黄泽大招 还是很难管啊 黄泽大招还差一半 所以妖姬也带 狂狂的清兵 这不给机会 妖姬也点塔了 这个塔点得很快 再点一下选择溜 现在危机进行一个牵扯 虽然没有了大龙buff 但毕竟破了两路 危机给的压力非常大 上路水晶 得空就摸两下 这可如何是好 这没办法啊 先撤 先撤 刮一下 血量刮的还短的 但是 Cromwell冰线压力太大了 对于他来说 要等下一波 圆古龙和大龙 时间差不多刷 但是危机应该是选择 要RA圆古龙的 RA圆古龙就可以平推了 圆古龙还要有一分钟 要击回家 你做到DMO子 还不到一分钟 这个帽子做出来 看一下 哪怕有隐魔刀 可能也扛不住 是的 幼队有帽子的时候 发生质变 这个时间点踩上来 一套技能打出去 没有隐魔刀的EZ 估计就没了 好 三项帽子 他已经把兵权换成了三项 嗯 三项做出来 再把这个 红霸斐吃掉 有人要偷 一下 两下 应该是可以破掉的 三下 四下 开车过来 抓人 这里交一个闪现 又Q一下 W但是挂在假身上 这真的而且假的 不过看一下这个大招挂的怎么样 大招刮一下 还差最后一下 差一点 差一点 但是反手再打圆古龙 康蒂可以以命相摩的 这个如果拿下来 这个 这是康蒂啊 这是康蒂啊 这位级得想一下 这里 龙 看要不要打 直接撞 龙干谁的 龙被康蒂拿下来了 是康蒂的 你Q一下盖下来 炮芙没有闪现 炮芙 炮芙没有闪现 炮芙打出一个乘戈甲 不得去打 妖姬这个位置 老姬喊肉还在扛 妖姬通家了 妖姬通家了 看看谁能回 现在这个位置 要保皇子回程 皇子如果回不了的话 交机回来 但是这个梯 能不能落下来 打得有点快 没有 下来了下来了 看一下这个加 能不能守住EQ 没有挑到人啊 炮芙艾上最后一下 平A 威胁 拿下了这一程 把比分拌成了一比一平 是的 刚刚虽然说 抢掉了圆古龙 但是妖姬 没有说过来收拾残绝 是直接选择 到老姬的基地里面开偷 这一波的偷架 就是上一把老姬 老姬应该走到 上这一波 踢得非常及时 大龙一 就圆古龙一边抢 直接踢 啥都不要有 这一场 就老韬天尽力了 他们这个阵容 前期没有拿到优势的话 确实很难打 然后威胁的话 也是组员控制得挺好的 主要是老韬天这个阵容 团战可以打 但主要是开团不厉害 这场一直都是威胁 在前期中期的一个领先 虽然中期有失误 但是两局都一样 红侧方都有失误 然后中期被搬了一些经济 但是最终都是凭借自己的一个操作 获得胜利 双司机都打了很高的输出 两边都是 那远里克的话 还是当代的时候 给了非常大的压力 对 老司机这一旁 我们看到中期如果说 他上当换一个英雄 估计就被打掉了 但是老司机确实扛了很多拨 而且就真的说实话 黄子进去每次就是说 危机这边 他一定没有闪现 我不打 我就直接溜 然后每次黄子进去 EQ闪盖大招 然后这边炮芙交给闪现 下一波的时候 下一波团战来之前 炮芙是绝对不出现在正面战场 对了 几乎没有被找到任何机会 所以炮芙这把感觉还挺关键的 因为他每次都会 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存活 而且他的最后 他那个装备处得非常关键 炮芙很关键 然后还有一个 炫酷神装第7件战马能量不掉 先欢迎大家来到京东上乘搜索 战马的能量性维生素的饮料 KDLPL的同款能量神器 用满满的能量carry全场 这个同样也很关键 那这个很关键 下一场的话 应该是由这边的一个危机选边了 那应该还是 还是蓝色方 不是 主要是选蓝色方都输了 第一局蓝色方 这么输啊 危机输了 第二局老跟电蓝色方又输了 谁选蓝 谁难受 我现在是 但一抢抢下来的 效果都还挺好 塔姆挺有效果 然后卢谦摇摆也挺有效果 认真的吗 这被针对了 被针对了 中路开始还是有压 只是说滑到后期是没办法的 看一下我们的选手势力值 这边的话 依然是通过自己的操作 挽回了一些自己的势力值 然后其他方面的话 感觉危机的势力值支持率 还是更高一些 然后康蒂这里也是挺高的 康蒂这一盘又是 在关键时刻抢到了远古龙 但没办法呀 危机打得很老的 他几乎他拿到优势的时候 没怎么出现失误 而且这一盘妖姬其实 怎么说呢 坚持从头偷到尾 就是他一直在后面 要么偷伤害 要么偷人 然后偷人就是偷家 要么偷塔 偷基地 对 看一下 本次贡献榜 本次贡献榜 变连排到第一名 第二名是一眼 第三名是Kramer Kramer也是这场力网狂澜 但是没办法 因为EC这个英雄 确实打到后期 所以只要对面有大龙马虎兵 EC首线 那几乎就是被获得 对 伤害打得不错 但是没办法 有效输输一下 打到后排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大招已经很尽力在刮了 虽然说 虽然说最后那一波 有点可惜吧 因为如果他的W 挂到妖姬身上 然后直接挂大招 妖姬应该就没了 因为他后面 他一个WQ妖姬应该就残血 对 那一波如果说把妖姬 就马虎炮一下 如果说那一波 他们杀的是真妖姬 他如果是杀的真妖姬 没有杀贾身的话 没有杀贾身的话 估计就翻了 对 估计翻了 因为后面就维鲁斯一个人偷 还是守得住的 主要是为什么会输 是因为那一波妖姬先过去偷了 如果说妖姬死了的话 拿到远古龙buff 然后回来一个人守 剩下的人再把大龙打了 如果不过去偷的话 应该是兵线没有带进来的一个情况 那那个时候 应该是维鲁斯偷不掉的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的MVP 好 这边是给到了胖虎 22-1-5 说实话 这把他能只死一次 我是真的很佩服很佩服 真的真的 因为他的输出环境其实 真的很恶劣 他每次都是 就团战一开始 你就看到他交了闪现走 对的 两局不一样的AB 一样的ABC 而且他也是和南风的 下路对线击杀组合 是在要照明列前茅的 他的维鲁斯 其实怎么说呢 打的不是那时候很凶悍的 但是偷输出能力个别小 因为每次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打最安全的人 虽然这一波不算是高光时刻 但是这一波也很关键 因为这波打完之后 算是基本确立了一个优势 因为打完了这一波 危机破了三路塔 才能够进行一个三路被押击 对 他是那种比较隐身的AD 你可能找不到他太高光的时候 但是他满场都在输出 你看他的 其实跟ABC没有差很多 团战的时候 他没有说什么闪现上去A45个 他一般就是说 对对对 他对象有击杀 然后团战的时候他很稳 你几乎杀不到他 但是他最后活着的有他 然后他输出又很高 那在这个版本 你怎么样评断一个合格的ADC 你看他死亡次数 和就是击杀贡献 一般来说 现在如果没有他们保护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你AD就玩威卤斯这种 只此一次 那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而且他每次都是 就黄色有大招 我绝对不吹 我没闪现 我绝对不吹现在正面 他们也是这一场的团战 基本上是在威卤斯 有闪的时候打 没闪 坚决不打 所以我们看到每次康迪 EQ闪盖上去 就是换闪现就没有办法 对啊 完全自私足嘛 对啊 下一场的话 我们也说到消息了 还算是一样 虽然蓝色方没赢 但是危机还是在第三场 选择了蓝色方 双方没有换人 那我们是稍稠休息 马上迎来第三场决胜局